今天我们谈柯文哲 李登辉 还有 周玉寇 一个一个来 因为实在是很麻烦 但是我们要谈的是 柯文哲与反克刚 蔡英文与李登辉 还有周玉寇与乌龙爆料 对 周玉寇不与任何人 周玉寇就是周玉寇 好 不过当然看到这份报纸 董志生会很生气 不过我还是要拿出来 这周玉时报 周玉时报这几天 不是只有这几天 其实他大概这两个月来 天天都是大谈克刚 即使大部分的媒体都觉得 这样子就不断地去鼓动高中生上街 其实我认为大部分的媒体 都认为不可以这样做 是 就是说你媒体或者是政党 即使民进党要支持他 都偷偷摸摸的 因为这是干冒当下 民主法治的大不会 而且所以今天蔡英文 还特别跳出来说 我们没有资助 我们没有资助 我们只是提供一些 食物支持而已 这种的讲法 比这柯文哲讲说 他们可能在这儿在跳舞 有什么不一样 你难道不知道你做了什么吗 是 支持就支持 一千多块 孩子如果你不给他 这一千多的钱去买黑伞 他们找不到那一千多吗 不会的 好 不过现在台北市警察局 对于那一天7月23号 这一些学生或者是成人们 闯教育部呢 这里面其实这张照片 很明显的就已经看到 这一位 这一位 其实他是大一的学生 挟持教官的这一个照片 在网络上面真的是讨论翻了 这种男生做这种动作 超不礼貌 我坦白讲 如果不是有镜头对着 任何一个男人 被从后面架着 不管我是不是当教官 我如果不好好的跟你 跟你输赢 我随你变 其实正常的教官 都有一些基本的勤拿术 他只要一个拐子出去的话 其实一定后面的人 一定会受伤 这个连我都懂 所以可是问题是 大家都要保护学生 可是这一张照片 在网络上真的是 引爆了公众的关注 其实我们看到反克刚 本来所有的讨论数量 大概都在500多则左右 那么自从他们闯入了 教育部之后 一天之内爆增到三四千则 可是这一张照片 讨论声量就爆增到 七千多则 那么怎么个讨论法呢 婉君弟弟 白亨香克刚 在网络的讨论 讨论数量只是从学生 冲入教育部的时候呢 就已经讨论高到 四千一百六十四则了 那么呢 在之后监视器画面的曝光 好讨论声量更高了 什么画面呢 这两个是学生 驾驻值班的教官 大家讨论的焦点 除了在于说 这个动作适不适当之外 可能还包括了 柯文哲他的回复 柯文哲说 两个人可能是在 跳舞啊等等的 好 到底在网络上的焦点 有什么呢 其实现在针对反克香克刚 网络上的焦点包括有 民进党提供的精元 还有驾驻教官的这一幕 以及柯文哲不停反克刚 也遭到踏罚 不过我们也注意到了 好 有一部分的学生 也是支持反黑香克刚的 学生的 包括了 好 你看 绿营执政县市 声援反克刚 还有批评 国民党用克刚 其实是在操纵教育 是在洗脑 我们交给现场 好 到底7月23号 那一天的执法 有没有问题 其实刚刚 湘荣所拿到的自由时报 连续两天的那个 头版头条 重点就是台北市警察局 违法 违法 甚至于违宪 还不止违宪 还违宪 对 所以 柯文哲 你到底对这件事情的立场 是什么 其实我们等一下会整理出来 你就会发现到说 柯文哲的立场 其实只有两个字 闪躲 我跟他之前谈到 比如说 信义分局长的李德威 或者是内湖分局长的张孟林 都是马上拔掉 这次反而中正一分局 明明是你台北市警局的作为 但是你又想要讨好学生 又不敢去处分检查 你要怎么样呢 好 这一份是台北市警察局 昨天特别提出来的 零七二三反黑相克纲专案 安全维护工作专案检讨报告 其实你看了这份报告 你会赫然发现 其实有几位比较激进 我特别要讲几位 它里面列举了 从六月开始 这几位学生 一下子是泼油漆 然后拆围墙 然后翻墙 这记录其实是很多的 是的 六月二十四号 游信学生就已经是 这个丢子油漆包了 然后七月六号 还是游信学生 然后强行翻阅大门 然后七月十三号 那么另外 还是游信学生 带领学生十名 那么扣开了 国教署二楼的铁卷门 然后七月十七号 又有六名的学生 夜间翻阅教育部的中庭 然后在主体建筑物跟石柱 翻墙喷漆 这里面其实已经是 六月二十四号一次 七月六号一次 七月十三号一次 七月十七号一次 一直到七月二十三号 教育部都没有批评 跟直接的动作 教育部其实都 没有采取任何的行动 然后都是警方 把案可能扣住或什么的 然后直接就说 放了我们保留法律追溯权 等等 因为一二三四 四次的纵容 终于纵容出 七月二十三号那一次 闯入教育部长 这一次的事件 而且我要特别提 为什么我说是少数 因为事实上 那一次的事件 当天晚上 北区反克刚高校联盟 总招朱某 这朱某应该 好了 大家可能查一查 就知道是谁 他也公开都说话 在七月二十三号的上午十点 就已经宣布 这一次集会 因为没有达到诉求 而提早结束 所以其实反克刚的联盟的召集人士 宣布结束的 当天早上的十一点钟 我还特别到教育部前面 其实警察陆陆续续 已经开始把一些的装备都已经撤离了 因为学生说我们要撤了 然后接着当天晚上 教育部其实在各地举行的座谈会 在晚上八点三十五分陆续结束 也没有发生任何的违法的情势 所以他们觉得事情已经结束了 事情的改变是在 整个的这一个座谈会 结束了之后 11点35分 他们跑到北社的办公室 这个社团的办公室 集会决定要闯入教育部长的办公室 整个的违法 其实只有这一段前面的所有的抗议 有的是抗议过头的教育部也不追究 有的是和平的教育部 当然是欢迎沟通的 所以沈大老你看这一份报告 你怎么去评论这一次的 反克纲的教育部长的事件呢 其实这个经过是蛮有趣的 比如说他们要进去之前 在什么地方开会 在北社 然后夜宿的学生 用油漆在地上喷的是什么 中华民国 然后英文是说 I stand for Taiwan independence 这个还不是台独吗 所以我昨天的文章就写得很清楚 这是年轻一代的台独运动 但是很多人不爽 也不是很多 有些不爽的 其实都是台独铁杆分子 因为这个 所以这个是很大的矛盾 当年本人干台独运动的时候 我觉得是很光荣的事情 所以现在他们是说很想做 但是又不想让你讲得很明白 所以我觉得他们是偷偷摸摸的在 我觉得他们是调整阶段性任务 跟阶段性做法 我觉得他们认为这样做的话 也许有一些票会跑掉 它是既要票又要风光 又要好看 那这个是宣布结束以后的个别活动 所以我前天在赵华康的节目里头 我就跟我坐在旁边的徐家庭讲 我说你们玩过火了 这些小孩子你们不交而战 而且他们的动作是超出比例原则 你看 讲回到柯市长好了 柯市长的统独意识其实很清楚的 像上一回你讲信誉局分局的局长 那个两兆 一个是爱国同心会 一个是法轮功 这个一读一通 非常清楚 拔掉就拔掉 现在他们马上说要怎么动作 因为第二 他两兆 一个是学生还有一个是教育部 那学生我当然讲他们是态度运动 他们自己都否认 在节目里头他们都否认 好 那另外一边教育部 你不能说他是统的 所以这个立场就没有那么鲜明 还有第二点 这些执法单位的警察你是上级监督长官 所以他这次就有点忧郁了 我到底是要公正执法呢 我是要张他们的上司所该讲的话呢 还是我又要偏袒一边了 我觉得他心里头是很挣扎 因为他怕失分又怕得罪人 又想要讨好一些人 所以他最后你说他闪躲 没有他讲这个要请行政院长跟总统出来表态 他想说我会了分 不不问那两个 也让他们同样的失分一下 可是 我不同意 这还不叫闪躲嘛 对啊 大家今天在跟你讲执法程序 对啊 的违法与否 你不是在讲 我觉得你不同意没什么道理 我讲这个是比闪躲 更恶劣 更劳啦 更劳啦 就是把责任赶快推到别人身上 好 可是我们来看这个是雅虎呢 今天的最新的民调 当然我必须承认就是说 以他每一次我们所引用的民调来讲 因为他是一个账户只能投一票嘛 他规定的还蛮严格的 所以呢 以这个投票数量来讲 其实并不高 8971票 到今天下午三点为止 他说你觉得克刚争议 这个议题是否有政治上的操弄 81%的人认为有 16%的人认为没有 不知道的13% 那对于说你了不了解克刚微调的意义 以及你知不支持呢 他这里面问的是说 高中历史克刚微调案延烧 请问你的态度是 第一种清楚争议 而且支持微调 第二种是清楚争议 但是反对微调 就你发现呢 清楚的人当中 四四支持 三十五反对 然后呢 不清楚争议的人当中呢 支持微调的8% 不支持微调的7% 这就是我也承认我不知道啦 但是我的立场就是已经确定了 可是如果加起来支持微调的 百分之五十二 这个投票数就多了喔 已经两万五千七百八十八票 小董 所以其实民间对于支持微调的力量 尤其是你知道了它里面争议的内容 实质内容之后 其实支持的声音是大的 可是你会发现说 贺文哲现在呢 态度是犹疑闪躲 甚至于如果像刚刚师老大讲的话 我认为啦 他是在认为说 这个柯文哲是在推卸责任 那当然是推卸责任啦 因为柯文哲过去当写是靠 这一批人义无反顾 恬不知识的权力相挺 那现在他发现了 原来挺他这批人 被蔡振元称为肉制的柯文 里面其实都是都站在谎克刚立场 所以我觉得柯是 他现在进退世纪 各位要了解 现在他当了七个月 你可以发现他所有东西都 进退世纪 不晓得怎么做 他其实是无人到极点 那他当然是个优秀医生 可是除了医之外 他其他都不懂 那为了掩饰他的无知 然后对市政的完全外行 所以他最近俏皮话特别多 就是说可以让媒体做标题 可以交代了 所以你可以看到 柯文哲其实你现在 越来越被人家看穿 你们当医生了怎么那么闹鬼 从政就从政到这样 七零八肉 连这个也赖给我 我们当医生了 我跟你讲你刚才讲一句话 我不同意了 你说他医界方面的知识是够的 其实也不适合 因为上次洪中秋案 你到底是喝了多少水 喝了多少水 才会怎么样 我们不能够定起这段 要不然 下家劳道 就连董事好不容易要称赞柯文哲 一点你都反对 你真是的 好来 柯文哲 刚刚我补通沈大老的话 他说洪中秋喝了八公升的水 人的肚子就只有这么大了 喝八公升水误判到极点 但是这个是当然是过去 他闹的笑话 可是大家都是给他掌声啊 为什么 因为他只会呼应社会上的诉求 社会上大家在骂马总统骂国防部 然后他说洪中秋就是这样被灌死 哇 谷长管你对或不对 那他现在是一个执政者 他现在也要想如法炮制 可是发现说奇怪 两边的人好像不太 不太像过去那样的一面倒 所以他现在就变进退师绩 那只要怎么办 那这样子跟政客有什么差别 他比政客还让人瞧不起 所以他赶快把马总统拉下来 说马总统你要出来讲话 马总统讲什么 现在出来讲话都是错的 对不对 一定变成目标嘛 所以我觉得柯文哲 最让人瞧不起的就是 这回抓人的是他的警察局 勇于执法的 我们给他掌声也是警察局 我们虽然常骂邱风光 可是对就是对 执法就是执法 对 可是警察做的事情 那些特定媒体 过去天地挺他的 那些网路的人 那些人 他其实是对警察很不以为难 而且是很 入目相向 所以我们就要来看说 柯文哲是怎么看警方来处理的争议 你看他每一天其实都被迫要回应 为什么被迫呢 因为他就是被问到了嘛 然后你看他是怎么散躲的 第一天呢 他先是其实在那警察立场 第一天 他说当记者不表明他是记者的时候 我怎么知道你是记者 后来记者们就说 有啊 我没有表明是记者 那他说我们警察局有SOP 虽然这一点警察局长刚承认 我们没有遵照当时的SOP 这部分我们待会可以举个例子 我告诉你纽约警察 即使你表态了之后 我告诉你不可以过来 如果你过来 越了线就是还是要处理 对 然后7月25号的时候 他说这件事情非常清楚 清楚在哪里 他说是两极斗争 这个张启文就是中正一分局的分局长 所以他先出来扛 所以我就把他给挡住了 那27号说这种事情 哪里是一个警察局长能决定的 拜托不要骗了 所以你的立场是什么 他也没说 28号对于学生驾教官的照片 他说也许他们在跳舞也不一定 然后等到这个警察局的报告出来了 他们的发言人就说 林贺民就说 我们令组专案小组 再来检讨这一份报告 我真的觉得三个字 不要脸 为什么 那一张照片 对不起奉心 那一张教官 那是被架住 还是有没有可能是被挟持 那个叫做跳舞吗 柯文哲 你睁眼说瞎话到这种程度吗 你今天如果是一个名嘴 你今天是一个路人讲 你这样讲 我没有意见 你觉得言论自由 你今天是你俸禄的台北市长 你公然在你辖区内的事情 你这样表态 可耻 第二件事情 你以为你是县太爷吗 当记者去问的时候 他说 也要把三方人马找来约谈 结果他今天真的约谈记者 对不起 什么时候台北市长 有司法管辖权 是的 没有一个记者去挑战 只有我 我今天公开讲 柯文哲 你现在是戒严吗 你可以约谈人吗 只有检察官可以约谈人 只有检察官 今天竟然 自由时报记者 就很快乐地去被他约谈 因为他觉得柯文哲是我自己人 所以约谈人 然后记者这样 怎么怎么样 你没有权利约谈人 再来 他还讲过什么 他没有司法审判权 他凭什么 他根本没有资格发残票约谈人 好 那你记者没有人问嘛 好 再来他还讲 他讲过说吴思华是打手 柯文哲你给我讲清楚 吴思华是什么打手 你在讲啊 你讲啊 打什么手 打谁 你说 再来 他还评论 他说 刚开始的时候他讲说 高层行政法院已经说教育部 已经说教育部违法了 对不起 教育部没有违法 程序也没有问题 这个课纲 从头到尾 从内容到程序都是对的 不过呢 这里面呢 一个小插曲是台大的副校长 陈良基 也是自以为公道博说 你这教育部啊 你不可以控告学生啊 然后呢 结果呢 被很多人 在他的网路上洗版 然后呢 同时有一位网路记者 就要去采访陈良基之后呢 这个陈良基今天完全改口 我们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 我很喜欢听媒体或者政治就谈法治 对 只要你谈的是有一定的标准 同时呢 没有双 没有就是说呢 就是说 因为自己或者是对方 而是又不同的情况 但是讲到就是这一次的 就反克刚运动 现在自由时报 每天都在说 这是违法 违宪的 觉得呢 怎么侵害新闻自由 是 我不知道自由时报 我不相信自由时报 是不懂 你只要问你们驻美的记者去访问 就知道了 第一个 我常常引用的 占领华尔街运动的时候 最后呢 纽约警方清场的时候呢 逮捕23个记者 23个记者 23个 因为他的封锁线拉出来 拉出来告诉你说 其实纽约的 纽约记者要采访的时候 因为我其实我跟凤兴 我们都跑很久的新闻 我们也看 在国外看过一些 比如说像是WTO的 那种抗生场 他们的警察真的很凶悍 我跟你说 那个棍棒就直接下去 那个线在那个地方 我们是有佩戴记者证的 我们其实去采访 一定都是大大的记者证 我们那时候西雅图 去采访那个A配的时候 我告诉你 他那线在那边 任何人只要一接近 那个警察马上站过来 你只要一越过那条线 我告诉你 警棍就打下去 那个牌子在那个地方 他是绝对打下去的 打下去是一回事 我现场看过那个 我们个儿娇小的记者 有的时候觉得说 因为在台湾记者 都嚣张怪了 就是觉得 我就是可以靠近你 然后我就读个脉空逼问你 我那时候也觉得 靠过去的时候 你知道那个警察 白人警察那个很壮的 你一靠过去就一弹 那个我们那个狗 看到你就马上就飞 飞出去 一只摸一摸站起来 退到后面去 是 但是你看到就是说 你知道他们纽约警察 你要采访 你可以来他这边申请 他有两种采访证 一种是一般的普通采访证 就是你可以到这个新闻的现场 但是这个新闻现场 比如说有些重要的场合 比如说马英九去 或者蔡英文去 那他会有第二张 基于安全的考虑 他有两种采访证 另外一种是 你可以进到比较内圈 对 但是即使你进到内圈 经过严格审查 你可以进来 但是现场 警察还是会告诉你 什么地方你不可以到 你如果站过去 你会觉得说 我有采访证 我是记者 你试试看 没错 当场就逮捕 美国如果记者进入到教育部 被当场射杀 没人有的 好 这边我们就要来讲一下 台大副校长陈良吉 他在26号的时候痛批教育部 他是直接讲说 教育部让警方逮捕记者 非常可恶 严重侵害新闻自由 暴力不应该施加在记者身上 然后呢 也说对于控告学生的做法 不恰当 那学生抗议呢 就像在课堂上大声反驳老师 老师应该要用各种方式 来引导学生 他不知道那个整个沟通的过程 他讲完了这段话之后 有趣的就在 他今天我撕掉这一张 因为他把他前面讲的话 自己也撕掉了 然后呢 他就开始在他的脸书上说了 他当初呢 其实关于记者被逮捕的事情呢 他是被断章取译的 他其实是说 如果你们记者认为 那几位记者 确实为了报导真相而被逮捕 那就是很严重的事情 你们应该要寻起而公知 所以都是你们记者的事情 跟我无关 然后对学生的部分呢 他就强调他说呢 我并不鼓励学生犯法 我建议教育部对学生 应有更积极的沟通应对方式 特别强调任何违法行为 理当受到法律制约 我那边请教一下 杨明啊 你看到一个副校长 有名是台大教授 怎么样的一个前居和后宫啊 台大副校长 前面把人家骂得那么凶 后面说 都是你们记者断章取 我不是这样说的 到底哪一个才是真的 前居后宫至少他后面还修正了 但是我们看到有一些台大的这个老师们 那事实上他一直的意见反而是 比如说有一个法律系的这个教授 他说媒体是第四权 所以不受这个司法或立法的一些限制 鬼扯 应该要尊重他 那因此呢 进入到这样一个场域 可以不受到一些相关的规定 其实你就实质问题的话 我必须要提出来 比如说在1994年时候 日本政府就已经明显的 对这个就是所谓的殖民统治 殖民支配及侵略行为做道歉 就是最有名的春山谈话 所以日本就已经承认他们是 然后呢 从那个之后一直到现在 我们看8月15号 的每一个这个首相 都讲一样的东西 也就是说日本的政府的立场 已经他们自己算过 讲过25遍 也就是针对日本在二次大战 这个期间跟之前的这个殖民支配 还有侵略行为 是表达了道歉跟反省 第二个他们针对未完赋 在1990代初期的时候 也是道歉 而且成立亚洲妇女基金会 来做这个赔偿 所以实质内容没有问题 然后联合国这个 也通过相关的这个决议 美国国会也通过类似这个决议 所以我觉得就是说 针对这个实质的问题的话 那这是一个我们可以去讨论的 第二个 明显立即的这种违法的行为 其实上个礼拜我刚好在日本 因为家庭旅游的关系 我们看到春山富士 就我刚刚讲到1994年 这个春山谈话的 他91岁 老手奖 他是首相 前首相 他去参加了 那个时候还有 到上个礼拜还有几千个人 在日本国会的 这个前面的示威抗议 因为他们认为 安倍通过安保法是违宪 OK 然后呢 其实在日本的报道当中 有一些车站 还有一些这个牌子 就是说希望大家来连续 签名反对 就是这个安保法 日本对于这种违宪的 违反和平宪法 70年来 这么将近六成的 这种民意反对的 而安倍的这个自制度 已经掉的将近三成多 不到四成的这样的情况 他们也只是用合法的 民主法治范围允许的方式 来做联署 来做抗议 而我们在同一个时间 高中生却去占领了 部长的办公室 好 这个里面就看得出来说 台湾跟日本 其实有些 还有美国 法治精神上面差很多 差很多 不过提到日本 我们一定要谈一下 你知道李登辉 那一番就是 钓鱼台是日本的 然后非常感谢 对日本统治的这一番谈话 其实在网路上面 越烧越旺 而且很多人开始要问的是 蔡英文 你难道不应该对 李登辉的谈话 表个态吗 情况如何 来晚君弟弟 好 我们就来看 李登辉说 72%还是属于一面倒的哦 那么这也引发了 许多后续的效应 像是 好 国民党呢 好 可能要取消李玉 还有新党打算要提稿 好 这也是网路上 在讨论的最新的焦点 有24%的网友 正在讨论 那么另外呢 就是要呼吁蔡英文了 你不是说呢 钓鱼台是属于台湾的吗 那么应该要以 政党主席的身份 来抗议李登辉啊 还有有将近快要五成的民众呢 说李登辉啊 卖台给日本 不然就是说 李登辉你根本就是日本人嘛 好 在中时电子报呢 也做了一份民调 好 这是在针对国民党 打算要修法停调 李玉看法是什么 其实从7月27号到7月28号 短短的一天时间 就有8000多人投票了 那我们看到 有高达97%的都是支持的 认为发表这样的言论的人 没有理由来领人民的税金 不过我们也要特别强调了 由于这份民调呢 其实是网友 可以用不同的账号 可以重复投票的 所以这样的结果 也只是提供参考而已 我们交给现场 好 这个就是大家 在现在网络上 开始多了一个新的话题 蔡英文 你说钓鱼台是台湾的 那你要不要反驳一下 跟你亲如妇女的李登辉 他说钓鱼台是日本的 这一番谈话 可是你看到他 又是一个闪躲 其实我们现在碰到 闪躲的政客越来越多了 从7月23号 其实记者只要碰到蔡英文 就会问他李登辉这件事情 他23号不回应 24号是文传会 国民党文传会主委林奕华 要求他这个回应 结果他也是不回应 25号不回应 26号不回应 27号新党主席郁木铭 还有蓝营的立委吴玉生 呼吁蔡英文回应 他还是不回应 28号他还是不回应 到了29号他终于有回应了 但他不谈李登辉 他只说钓鱼台是台湾的 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 我是开玩笑 纯粹开玩笑 我说蔡英文距离我们非常远 所以我们讲一句话 蔡英文要七天才会听得到 但是这张照片 其实是我看过 我觉得 我觉得很自然的照片 其实你要在蔡英文身上 看到我觉得真的 因为蔡英文有点冷 因此你会从他的 表情当中 感觉到真情流露的 那种温暖的照片 其实并不多 但是这张照片 我觉得是很有代表性的 我称之为就是说 那种失散多年的政治妇女 终于出柜相认 那个出柜相认是很困难 因为他们的妇女之前 已经非常久了 从李登辉当总统 从中华民国的小组的研究 从两国论的撰稿 然后之后再推荐给陈水扁 然后到今天的这样子 一个政治地位 蔡英文在很短的时间之内 从一个学者身份 平步青云 成为民进党两任的党主席 两次的总统候选人 背后的推手是谁 是他爸爸 就是政治上的爸爸 李登辉 好 不过呢 这个你会发现说 所以他们要批评李登辉 就变得很困难 他花了七天的时间 才回应了一句 终于想出来说 钓鱼台属于台湾 对 花七天的时间 因为他不说话 就是不说话 然后民进党的立法委员 县长 他们也只敢回应到说 钓鱼台的主权是属于台湾的 钓鱼台的主权是属于台湾的 一来县长林冲贤 甚至于连回应都不回应 你就知道说 他们现在对这件事情 那么明显的卖台行为 他们是不敢回应的 陈老大 我觉得林冲贤 比以前历任的民进党级的县长 还闹 以前的县长其实表态是很激进 以前的表态很清楚的 不管国民党民进党都是 所以蔡英文 我回到讲那个相片 我好后悔 好 我也是真的太差劲了 我的女粉丝 没有一个这种表演过 白做了白干了 你知道吗 你回答好奇怪 我跟你讲 但是蔡英文要花七天才有回应 表示其实他这种 这种应变的能力 其实也很差 我要是他很清楚 很简单 说这问题还用讨论吗 我爱李登辉 我更爱真理 就不解决了吗 对不对 那人家记者一定会回去 说李先总统 人家你最爱的那一个 蔡英文 他说他爱你 但是他更爱真理 那怎么样 李登辉也很简单 他说他现在在选总统吧 这个我可以理解 不都解决了吗 怎么反应都这么差劲 李登辉也可以回应说 我爱蔡英文 但我更爱真理 所以现在的关键点 是在于说你就看到他们对于李登辉的态度 是投鼠忌器的 可是日本媒体就真的那么欢迎李登辉吗 其实李登辉这一番其实真的 有没有热脸贴冷屁股的味道 有意思 李登辉访问日本 你会发现他讲的钓鱼台是日本的 他说感谢日本统治 可是日本媒体只关心他有没有跟安倍见面 对于他讲的这一番媚日的谈话 日本媒体其实还蛮冷淡的 真的吗 因为你刚好也在日本 其实你每一天都要看很多的日本媒体 他是会看日语的 日文的 他日文超好 对 日文真的超好的 来 其实我们看在报纸 只有产经新闻有报道 在它的国际版 那也不多 其实你现在到网路上你都找得到 然后呢 这个朝日独卖 其实在报纸上应该是都没有 可是在这个就是网路上 朝日是有一个就是很短的报道 但是有一些网路新闻事实上是有 然后呢 基本上其实并不会说是这个大声关顾啊 或者是日本的新闻报道 就比较是据实已在 也就是说实际上在 他做了两个演讲 一个是在这个永田町的日本的国会的 这个国会会议馆 不是日本国会 是会议馆参议员馆 还是众议员馆里面的会议室 大概有将近三百个 两百九十二个这个国会议员去 是没有错 他跟安倍到美国国会的演说 那个不一样的不一样 我也在类似的场合做个演讲 然后呢 所以你跟李登辉在同一个场合演讲 我没有人那么多了 好 但你没有讲钓鱼台是日本的啦 对 然后呢 这个另外一个 他是在外国人的这个就是记者会 那个是在游乐丁的外国人的这个记者会 那边的一个演讲 也差不多是这样一个人数 谈内容其实差不多是类似 再讲四个重点 第一个他一直在强调就是说 他整个过程当中从总统到现在 其实他是用了一些谋略 他怎么样能够摆脱这个中国的这个束缚 或者是一个中国的这个限制 来建立台湾的这个主体性 他一直在陈述这个东西 那第二个重点呢 他其实这个也有被问到 他自己也有提到 也就是说他认为蔡英文的这个出来 他的未来的当选 是确立台湾主体性的这种这个进一步确认 他用台湾主体性 对 那第三个呢 他就提到是这个马英九政府的 一边倒中国的这个经济政策 也就是认为说造成台湾今天的经济的这个困境等等之类 那第四个呢 他提到就是说针对安倍的这个安保法 他认为是就是给予很高的评价 讲了很多的那个内容 因为他的研究要稿 大概都可以到日本的李登辉自由会的那个网站 看到这个全文的内容都可以看得到 所以其实基本上我觉得很有趣味有一点 反而是这个是一个很有趣味的 我这个提出来 因为也可以召到我隔壁的这一位 也就是黄志全这个在中国时报有一篇文章 应该是27号的文章 就很快在日本的这个网络新闻28号 就把它登稿出来 因为事实上 把它翻译成日文 然后登出来志全的文章 黄志全这么红 对 我们到日本 还真的有黄志全的名字 对 在这里 也就是说这个其实日本的很多的网络新闻 会去报导说这个北京跟台湾这边怎么反映 针对李登辉的这个言语 他们也是很平时的这个报导 我们台湾的外交部也好 或者是这个总统府的这个发言人陈寅信讲的话也好 以及中国大陆外交部的那个发言人讲的话 他就这样子写出来 但是呢 他事实上反而是变成这个李登辉 在日本的这个演讲的真正的报导的重点 中间也有一篇是黄志全的 所以你就知道他们只有巨石报导 可是并没有那种热烈欢迎的味道在 没有 而且多半也都是在网络上 也就是说他们其实 我想这两百多位日本的这些 就是众议员参议员去听他演讲 基本上是佩服一个92岁的政治家的精神 对 而且他跟日本有特殊的这种历史 跟这种关系的联系 那第二个 但是呢 他对于他所讲的内容 大部分都没有做任何的评论 我看到一个参议员的这个 就是自己的部落格上说他去的这样的过程 他只是说他敬佩 他在那边站了45分钟 做了这个演讲 然后呢 再做回答 佩服他的这个精神 好 不过呢 他这一番谈话 我们刚刚看到 在网络上其实是不断地在延烧 百分之七十二的人呢 是反对他的说法的 其实民进党也是反对的 不然你就不会跳出来讲说 钓鱼台是台湾的 那你不就是在打脸李登辉吗 所以就很多人就开始要讨论说 那李登辉的礼遇到底该不会取消 我们请这个立委呢 帮我们去找了一下 从过去民国九十年 一直到民国一百零四年 包括他的礼遇金 包括他的年终慰问金 这年终慰问金其实也被取消了 就跟着所有的军工教人员 一起取消事务费用 保健医疗费用 完全不加计国安局所提供的 安全护卫人员的费用 这几项加计起来 就一共花了一亿九千七百六十四万元 董哥 我其实并不很想要跟李登辉 计较他的礼遇金 可是他的卖台言论 如果一直如此的嚣张的话 他会刺激很多人要去思考说 到底该不该花这一亿九千七百六十四万元 等于说一年有一千多万 一个月大概一百万 所以你可以看到很多人在讲 我们二十二K怎么样怎么样 公平吗 大家看那时候郭关英的事情 他们说郭关英你怎么可以 讲你是高级外省人 你是台湾是鬼岛 你因为领中华民国薪水 所以不给他领 把他停职 停职以后退休金现在领不到 那李登辉的领更多 为什么可以 李登辉的卖台言论 是这么明显的 对不对 他讲 他讲台湾人很感谢日本来执名我们 有这么无耻的言论 然后 现在民进党当然 避之唯恐不及 就不谈他 也不敢得罪他 可是民进党自己的立场 是跟你都会不一样的 可是民进党不一样 又不敢 因为他们现在的重心是放在 我们总统选举 我们要拿下赠钱 我们这些贪污的人 要班师回朝 他想的是这样 所以现在即使对李登辉这些言行 我们都不谴责 过去苏贞昌当民进党的主席 那时候民进党执政 都要公开出来讲 调理台是我们的 李登辉讲的是错的 那现在为什么不敢讲 都是为了大吉 所以你可以看到 苏贞昌有反驳李登辉 有反驳 反而是蔡英文 那时候尤其文当行政院长也出来反驳 因为尤其跟宜兰县长出来了 宜兰县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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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县 就说我们都忘了 所以人要有点羞强心 所以如果说是为了能够拿到选票的话 那纵容一下卖台的原人又怎么样 李登辉的演讲当中 我觉得要 玉木民之所以忍不住非要去按龄告他 是因为讲到当年的国统纲领 我忽然心声一醉 你知道那个心声一醉四个字 让你今天对于民进党到现在为止 不敢对于钓鱼台 对于就是说台独史刚 做清楚的表态 你认为他是不是心生一记 只是要拖过去而已 好 不过这个不管有没有记 但是如果是乌龙爆料 可是这半年来我们已经被乌龙爆料 整个政坛弄得乌烟战气的 一个人一张嘴 五条新闻都是他的 最新这个爆料 你觉得以后会不会又被证明 是乌龙爆料呢 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其实我们跑新闻 在新闻工作上面这么久 每次选举的时候 你大概都会看到牵施 而且牵施 为什么都会有出现牵施 因为牵施有用 会对选举结果产生影响吗 他对于想象中的一些 可能比较无脑的什么粉 真的是有用 他有加强心战的效果 相信就是说老天爷 都已经做好好的 谁会贏 都已经账死抽出来 你看 武则天坐天 可是我必须诚实地说 从我跑新闻以来 其实牵施呢 说中的几率 真的都不到一成 比射飞标更不准 可是呢 可能这一位媒体人的爆料呢 他的不准度可能更高 又来报内幕了 周一寇在他脸书上说 国民党高层盛传 国师指点 七七事变说 说8月20号呢 就农历的7月7号就变盘了 那么洪秀朱会退 然后吴王宋 可是不是传出来说 8月6号宋楚瑜 就要宣布参选了吗 好 吴敦义 王金平 宋楚瑜 要整合拼翻盘 这一段说法 其实网路上很喜欢讨论 我们来听看看 网路上如何讨论的 晚金弟弟 周一寇真的就是 不放过洪秀朱为说 8月20号会变盘 洪秀朱会退选 不过我们来看 网路上买不买账呢 你可以看 24%的网友说 如果是周一寇 爆得料的话 那么代表就是 不会发生了 那么还有37%的网友说 这二职名嘴又乱爆 为了通告 真的是不择手段了 好 不过你注意到 有23%的网友 支持周一寇 只要能够打垮国民党 在所不惜 我们交给现场 好 所以志显 周一寇这一回的爆料 现在还引用的是 神鬼之说了 说这个什么 侏罗三人 然后又等等等等的 然后结果整个的政坛 又被逼的 大家都要来表态了 好 所以这个王静平要说 我不清楚 也没有听闻 你们要去请教 那个侏罗三人吧 然后这个 洪秀柱办公室的发言人 游子祥也要被迫 就是发言说 造谣抹黑不成 现在又来装神弄鬼 全是无稽之谈 而且破绽百出 连日期都都不容 看过肖肖就好了 其实我们知道说 在国民党内部 这三个人要合作 光是这三个人要合作 就很天方夜谈 那个吴是吴敦义 对 所以你看这个乌龙爆料 就台湾的政坛 永远可以被乌龙爆料 而且媒体完全学不乖 只要说有乌龙爆料 一定要去问所有相关当事人 他为什么要学乖 因为乌龙爆料的人 其实他不是乌龙 我觉得那是刻意制造 制造的人他得到好处 周玉寇从去年 开始讲连胜文 然后开始讲鼎心 跟连胜文的关系 鼎心跟马英九的关系 结果最后他得到很多通告 而且得到很多关注 这是他要的 然后他讲话有分量 他找谁 他讲什么 人家不敢不听 然后他要打击的对象落选 连胜文落选了 然后马英九当时是党主席 国民党去年大败 结果今年选举过后 我们发现说他讲的是假的爆料 我不称为乌龙 因为乌龙是不小心弄的 全部都是假的 但是他已经得逞了 肇事逃逸 该撞死的人撞死 然后他很愉快 他领奖金 好 第二个 接下来他对今年的打击对象 叫做洪秀柱 洪秀柱他一直打击说 他要退选 然后他会做防钻民 然后他会怎么样 然后他会生病 然后如何 学历是假的 学历也是假的 对 然后这些事情 这些事情 证明都不是真的 对 怎么样 他通告有减少吗 没有 然后他讲一句话 他脸书所有的记者必看 所以我觉得每一个媒体 如果你要称为你自己是媒体 请用网络酸辣汤的标准 你讲这个事情的时候 你要去质疑 你要去查证 你要去求证 你不要有文毕露 人家喂你吃什么 你就吃什么嘛 对 你是媒体耶 你不是人家的运输 至少有个基本的查证的过程嘛 记者怎么做的呢 对 不过 因为过去这半年 实在是纷扰太多了 不管是两亿元政治现金的事件 就后来特征组整个调查 而且那个调查的过程 查了多少的账户 然后动用了多少人 都必须要去特征组 最后证明乌龙一场 然后三亿难的风波 现在还在官司当中 其实你看到连柯文哲 柯建民 都拼命也在跟郭台铭求饶 说你就不要再告下去了 可是问题周玉寇 还要在最后放狠话说 说郭台铭不测告 敬酒不吃吃拔酒 红秀柱的学历问题 其实也很明确的 确定说他的学历是真的 然后学校都跳出来说 以这个学生为荣 对不对 然后红秀柱生病 那红秀柱出面 把那个健康的那个 整个的病例 通通都公布出来 最新的是气柱计划 所以我这边请教一下 这个沈老大 你对于台湾的政坛 媒体都非常的熟悉 就已经前面 已经是几乎一个月 一起的乌龙 可是我们还是会被这样子 塞成这样 滓冻 我觉得周愿寇 像这种现象 我觉得应该有新人 或者是为国家想做一件 有意义的事情 应该去统计 所有的上商 常商媒体节目的人 包括本人在内 说他们乌龙的赤字有多少 然后就作为一个资料 办一个乌龙院的特别节目 我觉得会有人看 我现在有点好奇的 就是说周一扣为什么一出门 记者都围住 那我们的志贤 凡是名字叫志贤的都很红 你知道吗 志贤为什么 对啦 我知道你说全志贤我知道 我知道 志贤为什么出门没有记者包围 我觉得这个 你应该问为什么你出门没有记者包围 我觉得所以这个就蓝绿的 这个世民已经倾倒倾向一变了 这个是很严重的现象 来来来杨永明 这我们必须 没办法就一定要问说 你真的有听过这个 侏罗三人的牵施吗 你真的听过有弃柱计划吗 你真的有听说过 吴王宋要合作这件事情吗 我们一直看到报导之后 然后在这个LINE的寻嘱里面 大家也都是叹为观止 两个感觉 第一个 其实我觉得有一点 这个钱驴技穷了 你看这整个就是畅衰攻击 从他个人的学历 他的学历事实上是时代的先锋 25年前他跑到美国去 念那个数学学位回来 回来也没有在标榜 也没有在用 现在哪一个学校 没有这样子的这种计划 然后他的健康 台大的医生开了一个百分百证明 他可以充施任何活动的 这样子的一个证明 然后所有就是说畅衰他 这个瞧不起他 那我觉得现在已经出现了这个 陈西跟这个算命的神鬼之说 就是已经吹没报 千驴技穷 第二个很深刻的感受就是 这真的是朱祖姐的命 他从以前到现在 从以前第一次出来选立委 在每一步就是被人家瞧不起 就是被人家唱衰 他第一次选立委的时候 当时其实国民党也有党工在 在挡他的路 因为就觉得他没钱没事 所以也就是说其实是他个子矮吗 还是他是女性呢 他一路到今天都是 这个立法院的副院长了 在任何国家的副院长 这个政治地位上 这个叫天之将大人女私人 所以也就是说这是他的命 然后他一关过 每一关都受了这样一个折磨 但是关关过 所以我觉得这个东西 已经到了这种千驴技穷 然后已经有一种生活之后的 这样一种东西出来的时候 请更证明朱祖姐的这种百折不好 我觉得有必要说明一下 因为七七事变 当然国立七七已经过了 那现在讲的是农历七七 那农历七七 有一件事情一定会发生 大家相信牛郎之女会见面 那天是中国情人节 但是大家从来没想到 中国情人会发生怎么样的 政治上变化 不过因为你故事你要编的 就是让人家可以相信 骗外行没有关系 但是这几个人讲这个故事里面 你说吴王宋 如果你说宋主瑜要选 我不敢说你不准 对 你如果说王宋之间可能有某种默契 我隐隐约约 我还有点将信将疑 但是你要把吴敦义摆进来 那我就跟你赌 你侏罗三人如果敢站出来 我就跟你赌 看有没有这样的可能性 谁如果输了 如果说我输了 吴王宋 吴敦义就是有可能敢赶 我从此退掉 退出江湖 你敢不敢 这是很现实的问题不是吗 你要跟周一扣对赌 我们稍微休息一下 你不要跟侏罗三人对赌 你跟周一扣对赌 你跟周一扣对赌 也可以 好 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谁错谁 我要说这个籤诗 我修正好了 因为刚刚大家建议我 跟侏罗三人赌没有意思 因为他是谁都不知道 虽然董哥常常收到他的简讯 我偶尔也会接到各种的籤诗 包括侏罗三人记来预言 但是我通常 我不是通常从来不会理 因为那种太多了 准不准摆一边 但是侏罗三人跟他赌没有 我跟周一扣赌好了 如果你当你在脸书上面 贴这样子的文章 大动视听 很多媒体围着你 认为说 这个是你周一扣背书的一个预言 那我们不妨就来赌一下 我已经讲得很清楚了 如果侏罗三人 他有一点点准 或者你周一扣讲得准 我从此之后我就退出江湖 我不会在镜头前面在主前面 而且你没钱养家的话 我负责养 你要跟着赌下去啊 这就真情真意 所以他要尬下去了 这有情意 好 你要尬下去啊 那如果是他输了呢 我跟你讲 可可姐要不要推出江湖 吴对一冲 请稍坐好 啊 如果 altered ? 各位